美国总统拜登4月21日就俄乌局势发表讲话,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8亿美元安全援助。 拜登表示,新一轮8亿美元援助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在东部和顿巴斯地区的作战能力。援助将包括重型火炮、数十门榴弹炮,以及与这些榴弹炮配套的14.4万发弹药和战术无人机等。 此外,拜登还宣布,美国将禁止与俄罗斯有关联的船只进入美港口。 他说,这是美国与其盟友一起采取的又以关键步骤。 另一方面,俄罗斯外交部21日宣布扩大对美国公民的制裁名单,增加29人。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,国务卿布林肯,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,Meta创始人兼CEO扎克伯格等人名列其中,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个人被永久禁止入境俄罗斯。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4月21日表示,50个基点的加息选项将在5月份的会议上讨论。 美联储致力于利用工具来将通胀率拉回到2%的目标水平。 美国国债收益率周四重启升势,基准债券收益率飙升。 交易员押注,美联储可能在未来几次会议上更为激进地收紧货币政策。 根据周四的一份申报文件,为了给收购交易融资,与马斯克有关的实体已收到信函,承诺提供总计约465亿美元的资金。 但是,其中近一半210亿美元由马斯克本人通过股权融资方式出资。 摩根·施丹利等金融机构将提供约255亿美元的债务融资,以供他收购推特。 他考虑向推特加大压力,以就收购方案与他进行接触。 推特公司表示,已收到埃隆·马斯克的最新提案,将进行仔细全面的审查。 据FOX114月20日的报道,洛杉矶警局称,四名从北加来洛杉矶玩的游客遭到三人跟踪入室抢劫,被抢走了约7.5万美元的财物。 受害者说,他们从比佛利·格夫罗地区一家餐厅庆祝完生日后,在路上发现一辆豪华SUV跟踪他们,因此并没有直接到Airbnb。 他们一直开车绕圈,直到感觉甩掉了跟踪他们的SUV,才回到了出租屋。 下车时,三名持枪嫌犯从车道上的一辆汽车上下来,其中一人持有步枪,另外两人持有手枪。 在车道上抢走他们的随身财物,然后用枪指着四名男子逼他们进入房子。 警探说,这起案件令人震惊,受害者从一个更安全的公共场合被强迫进入一所住宅里,这一行为让这起案件的性质变得更加严重,这是绑架。 如果抓住他们,可能会被处以终身监禁。 据悉,没有人严重受伤,警方目前正在搜集监控录像,以期逮捕嫌犯。 警方表示,没有迹象表明这与帮派有关。 近日,日元持续贬值。 4月19日,美元对日元再度升上128关口,20日的日元对美元汇率创20年来新低。 分析指出,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,能源的对外依存度高达88%,粮食自给率仅有37%。 俄乌冲突爆发后,国际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双双大幅上涨,以及日本央行坚持货币宽松政策,使得今年以来日元一直处于贬值通道。 其中仅在3月份,相对于美元贬值幅度就达到了7.9%,成为发达国家货币中表现最差的币种之一。